- 邵婷聽說你被騙了上千萬的錯案 - 嗯... - 妳很可能 - 對 就是剛剛我們先提到那些 我都沒有被騙過 - 但我這就是栽了一大根 - 你說你很聰明啊 - 我聰明到爆 - 還是妳講 - 憔憔狼 - 我覺得我 對 我憔憔狼啊 - 我怎麼可能 - 這種詐勵跟我絕對沒有關係的 - 妳還沒想到你的故事 - 妳敢說你聰明到爆嗎 - 好的 這件事情呢 - 我其實很無辜 - 就是因為我在做工作的時候 - 其實我沒有經紀人 - 對 對 - 然後我都是自己處理事情啊 - 然後我想說 - 身邊開始有一些經紀人朋友說 - 我可以去成立公司或是工作室 - 他們說這樣開了發票 - 然後像是我們一些什麼 - 智莊啊 交通啊 - 都可以去報費用 - 對 對 對 - 他說這樣會比較划算 - 我天天想說好 - 我要開始當一個聰明的女子 - 我要研究這件事情 - 我就去問我身邊一個非常好 - 認識十多年的朋友 - 我會問他是因為他本身有開公司 - 那我想說問他最好 - 然後問了他之後 - 想說要怎麼成立啊 - 相關的事情 - 哇 他有夠好心喔 - 他說 - 那個太麻煩了啦 - 我跟你說 - 我有兩間公司 - 有一間公司 - 現在是沒有使用的 - 我就為了你 - 我去申請那個演藝工作的項目 - 那你就可以開發票啊 - 我公司也有會計師 - 就可以使用啊 - 就說那種大小事 - 我朋友對你滿好的 - 對 對 對 - 你都不用煩惱 - 對 我朋友滿好的吧 - 是 是 是 - 現在進起來是沒... - 感覺還不錯啊 - 聽起來是個大好人 - 大善人 - 我想說太棒了 - 就是一定是有做好事 - 才有這種好朋友 - 然後就這麼的 - 照他說的方式來進行 - 像是工作開發票 - 有收入就是進到公司的戶頭 - 他說一定要進到公司的戶頭 - 因為這樣子會計師對賬才會清楚 - 我就照做 - 然後我就漸漸發現呢 - 可能每個月會有大概 - 一小筆錢被移出去 - 一開始少少的 - 可能大概五萬 六萬 七萬 - 然後我想說那個是什麼啊 - 問他 - 然後他也就是彈蕩蕩地說 - 那個是會計師每個月都會先把 - 你今年要預扣的稅先移出去 - 這樣子 - 我說原來... - 他說那個叫預繳 - 我說好的 預繳學起來 - 然後就大概是這個模式 - 漸漸地金額開始變得有點大 - 然後我就開始有點奇怪了 - 因為你賺越來越多錢了 - 也是這麼說沒有錯 - 累積稅率嘛 - 比較多了嘛 - 對 想說好 那也合理嘛 - 表示事業有在進步 - 蒸蒸日上啊 - 然後就一直這麼進行 - 其實大概有可能三年吧 - 這樣三年喔 - 然後我告訴你 - 我一直覺得 - 你沒有去查帳過嗎 - 我都有在監控那個帳戶 - 因為我很聰明的 - 又有那個網路APP有沒有 - 網路APP有沒有 - 每一筆進帳嘛 - 對 我就可以看到錢有沒有進來 - 然後錢有沒有出去這樣 - 然後就是某一天 - 在進去看的時候發現 - 欸 奇怪好像有蠻多筆錢不見了 - 就是一次少掉的金額 - 大概快七八位數 - 七八位百萬千萬 - 差啊千萬耶 - 哇 - 太誇張了 - 你之前怎麼沒有先提一些出來啊 - 沒有 我就想說 - 他說這樣會計是好對帳啊 - 我想說喔好 那我就留在裡面 - 因為也沒有急用錢 - 所以我想說那就放在裡面啊 - 那他也可以隨時支取你的帳戶 - 喔對 - 因為他有什麼企業網路 - 太誇張了 - 我有學起來 - 但我跟你說 - 我就覺得他是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- 他在做這些東西都是會計師 - 你為什麼要讓他可以提錢呢 - 因為那個帳戶原本就是他的 - 就他的啊 - 然後我就覺得 - 好像人家那麼好心 - 公司借我用 - 發票借我開 - 會計師也借我用 - 妳剛剛說妳很聰明 - 我聰明爆了 - 我聰明到爆 - 我只是不好意思 - 因為我就不好意思跟他說 - 太容易相信人 - 不好意思說 - 那妳不可以介入這個帳戶啊 - 我想說這工資都他的 - 有點不好意思 - 那錢是妳賺的啊 - 妳全部都送別人帳戶啦 - 朋友很熟嘛 - 反正就是這麼的一回事 - 我就相信他了 - 結果不要 - 我還是聰明的 - 我發現這麼大笔錢出去一定有問題 - 然後我就開始問他什麼的 - 聽說一開始講一些很荒謬的理由是 - 我那個時候沒有覺得很荒謬 - 但我現在要講我覺得有點丟臉 - 現在要講他真正最聰明的地方 - 聰明到爆 - 就是 - 他就先說 - 我原本要拿錢給妳 - 結果那個錢他覺得要放心一點 - 先放在位在台北 - 他一個董娘朋友家的 - 很安全的保險箱裡面 - 這樣 - 他先把我 - 躲在裡面了 - 但是董娘今天要跟他約拿錢 - 可是董事長 - 心臟病發 - 太危急了 - 太誇張了吧 - 太誇張了吧 - 顧生厭院妻子的離奇 - 我真的覺得很丟臉 - 因為我到那裡都還覺得是真的 - 片子什麼黃都說得出來 - 對 - 然後我就好再等 - 然後再約一天 - 心臟病也好了吧 - 都沒事了 - 萬事俱備 - 我們可以拿錢了 - 當然 - 台北市而已嘛 - 對啊 - 跟妳講 - 兼顧的保險箱壞掉了 - 什麼兼顧什麼 - 什麼東西啊 - 它這太扯了吧 - 打不開 - 打不開 - 對 它太兼顧了 - 所以要請保險公司的人 - 保險箱公司的人 - 立刻用那種電鋸把它鋸開 - 因為它是非常安全的 - 很厚很厚的什麼什麼什麼 - 板什麼金屬的 - 所以也不可能任務三是 - 然後說 - 我告訴你 - 我這個時候 - 終於開始有點懷疑了 - 你到現在懷疑 - 對 - 然後後續保險箱打不開的 - 戲碼大概拖了可能半個月 - 然後中間就是 - 沒有 那鋸開就鋸開啦 - 沒有 很堅固 - 一次只能鋸五公分 - 不然會有很濃的煙 - 對 - 太扯了 - 董事長的豪宅會很多的煙這樣 - 鄰居會生氣不可以 - 一次鋸太多聲音太大 - 鄰居會生氣不可以 - 只要聚個一年 - 鄰居的那個朋友來家裡玩 - 許三歲道都灌通了 - 但這個時候我 - 你還聽得下去 - 沒有立刻殺會找他 - 我殺過去了 - 我聰明了吧 - 聰明了吧 - 我告訴你我殺過去 - 那棟所謂的豪宅 - 我就是要進去 - 是 - 結果他也知道我殺過去了 - 他就是不讓我進去 - 然後我跟你講 - 我在那個時候 - 很明顯知道 - 他是在騙我 - 你終於知道了 - 我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 - 是 - 因為他說聚了就會冒煙的豪宅 - 沒有煙 - 我在那邊看很久 - 我很認真 - 我說沒有煙 - 沒有聲音 - 我還去問管理人 - 有沒有人施工 - 然後真的沒有 - 我到那一刻 - 有懂娘這個人嗎 - 沒有看過耶 怎麼辦 - 我必須說 - 我中間都有覺得他怪怪的 - 但我到那一刻才 - 真的對這個朋友死心 - 你知道嗎 - 很信任他 - 然後當下他就簽了一張那種 - 那個算什麼 - 生死狀嗎 - 我誰誰誰 - 拿著你什麼什麼錢 - 我一定會還給你 - 現在就放得他寫得很詳細 - 你放在保險箱裡 - 幹嘛幹嘛寫得很詳細 - 保險箱有看到嗎 - 沒有 - 完全沒有耶 - 然後我在那一天 - 就聯絡了律師 - 我終於找律師幫我處理這件事情了 - 然後律師真正了解的狀況之後呢 - 我們先做了第一件事情 - 就是先去夾扣押他名下所有的不動產 - 那也是因為有這個動作 - 所以我們後續有去他的家裡面 - 扣押那些可能家裡的主措 - 他自己的店 - 然後還有一些很零星的那種地啊 - 農地啊什麼的 - 然後也因此去了他的家裡 - 爸爸 哥哥 大嫂 小孩都住在那裡的家 - 然後那是一棟透天 - 他的爸爸這真的很悲 - 我對他爸爸感到很難過 - 他爸爸看起來應該有可能七八十歲 - 他就這樣子站在門口 - 而且他還受傷 - 他的膝蓋不好 - 他其實不能站 - 然後爸爸就站在房門口這樣看著我 - 第一次跟我見面 - 然後跟我說 - 說對不起 - 說我兒子對你做了不好的事 - 這樣 - 所以那個時候當下就是會覺得 - 連你都這麼難過 - 他怎麼會不會為他自己做這事情 - 覺得抱歉難過呢 - 對 你父親的年紀這麼大 - 身體也不方便 - 你現在做這件事情 - 你沒有聽我想就算了 - 對 - 你沒有聽你的家人著想 - 這是你們家裡的房子 - 你爸爸住在這耶 - 我們今天真的扣押 - 然後我們就繼續打官司下去的話 - 最後房子沒了 - 你們這一家人怎麼辦 - 所以整件事情只有他爸爸 - 還有他大哥跟我道歉 - 說他們 - 他至今都沒有道歉過 - 他至今都沒有跟我道歉過 - 而且至今都沒有交代 - 錢到底去了哪裡 - 這是我很深刻很深刻的地方 - 因為這個人你認識十多年了 - 之前都不了解他這樣的性格 - 另一面 - 完全不知道 非常好的朋友 - 而且他爸爸這樣子 - 很認真的跟我道歉 - 然後他的大哥也很有心想要處理 - 大哥就問他好 - 那錢到底在哪裡 - 對 - 你拿了人家的錢你就是要還 - 大哥是名理的人 - 然後他就說 - 錢其實還在 - 錢在泰國 - 到泰國銀行圈 - 對 我想說 - 天啊 雖然你把錢送去泰國 - 不知道你到底在幹嘛 - 但錢還在 還在 - 太好了 - 眼淚收回來 不要哭 - 我們趕快想辦法解決 - 然後大哥當下就說 - 很有尷尬 - 我們現在訂機票 - 隔天就去泰國銀行 - 把錢拿回來還人家 - 結果後來這件事情呢 - 大哥打電話給我 - 他說 - 很抱歉 - 錢還是沒有辦法拿回來 - 因為他們到了當地之後 - 那個他的弟弟 我的朋友 - 立刻帶他往銀行的反方向走 - 然後因為他想要拖過 - 銀行的營業時間 - 結果好險是 - 我們請的那個翻譯 - 立刻發現不對勁 - 所以趕快帶 - 應該在這裡啊 - 對 對 對 - 他是當地人騙不過了吧 - 然後去銀行 - 然後跟行員認真的 - 討論這件事情之後 - 很確定那個存折 - 也是假造的 - 太誇張了 - 所以他連環騙 - 連家人都騙 - 他就是連家人都騙 - 謊越說越大 - 所以最後就是 - 什麼都沒拿回來 - 但是事後冷靜下來之後 - 我覺得我也有錯 - 因為我給了他這個機會 - 去做這些事 - 如果我在最一開始 - 我就很認真地自己去搞清楚 - 怎麼申請公司 - 怎麼請會計 - 然後這些流程要怎麼做 - 我就不會讓他有這個機會 - 做這件事情了 - 那為什麼我不做 - 因為我懶惰 - 說明白一點是 - 我覺得我朋友很好都幫忙 - 但是其實是因為我懶惰 - 然後還有包含後續他就說 - 這個錢是會計要幹嘛 - 然後要報稅幹嘛 - 如果我去學習了解清楚的話 - 我就不會讓他 - 有這樣的漏洞可以鑽了 - 就是不了解 - 讓自己置於這麼大的風險當中 - 對 其實如果補充一下 - 因為其實像邵婷這樣 - 我是覺得說 - 我們在處理案件過程當中 - 我們最常遇到的當事人就是 - 千萬不要去挑戰人性 - 人性不可測 - 千萬不要去挑戰人性 - 為什麼 - 因為剛剛邵婷有提到一個重點 - 就是他說這段期間 - 大概長達三年 - 差不多 - 對 也就是說一開始的時候 - 或許你的朋友 - 的確也有可能 - 真的是真的 - 就好意思要提供個帳戶給你使用 - 對 真的就是想要幫忙 - 但是或許過程當中 - 他可能嘎不過來 - 或者是他騙了別人錢 - 他要去補這個洞 - 補那個洞 - 然後變得開始說 - 發現有這個 - 你這麼大的一個金主在這邊 - 聰明到爆天真可愛 - 好難得 - 那一個碰到 - 自己設立一個公司帳戶 - 其實很簡單 - 不管找律師找快 - 其實都很快 - 都很方便 - 所以千萬不要去挑戰人性 - 這個錢拿回來了嗎 - 始終 - 錢始終沒有拿回來 - 而且也不知道在哪裡 - 那這個人現在狀況還好嗎 - 他現在過得非常好 - 好過分喔 - 是的 - 也要把他公布出來 - 他依然過得非常好 - 吃好穿好 - 也沒有變瘦 - 衣服都是乾淨的 - 最近一次在法院看到他還穿著 - 新的白色亮白Polo衫了 - 一點都沒有生活很困苦的感覺 - 也沒有還你錢 - 沒跟你道歉 - 完全沒有 - 從頭到尾都沒有 - 你不是假扣押他家人嗎 - 這樣還不會有任何的責任嗎 - 後來因為我們執行假扣押之後 - 我才知道其實在上面還有很多 - 我可能銀行的債主 - 所以你排很後面就對了 - 我應該是銀行 - 這個錢要的回來嗎 - 僅次於銀行 - 因為其實如果照邵婷的狀況來講 - 如果他照一般的程序走 - 必須民事訴訟打完之後 - 才能去強制執行 - 但民事訴訟大概動輒就是一兩年 - 對 那如果假設 - 今天怕對方已經要脫產的話 - 也就是在這個民事訴訟開始之前 - 就先進行所謂的假扣押 - 對 - 那假扣押其實真的扣押 - 只是先暫時性的扣住而已 - 那通常扣住之後就有辦法 - 有這個機會可以跟對方談判 - 但是這個時候又有一個問題 - 你假扣押之後呢 - 如果假設你前面還有其他順位 - 比如說第一順位是銀行 - 第二順位是其他的最高限額抵押 - 全能等等 - 你排到第三順位 - 甚至第四順位的時候 - 其實假扣押 - 十億沒有那麼大 - 對 - 就有點尷尬 - 甚至你必須還為了假扣押 - 必須要再去拿出三分之一的單保金出來 - 真的 我那個時候都沒錢了 - 我還要拿單保金 - 氣死我了 - 真的是夠厚了 - 好像不錯 - 嚴重了